这是一枚三叉戟二型前射弹道导弹发射的画面 可以看到它从水中穿出来之后 便会立即点火然后迅速的爬上天空 好暂停一下 先给大家出一道题 它从水中发射到水面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最后我会来揭晓 与此同时我们来仔细的观察它的头部 似乎有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慢慢渗了出来 虽然画面不是太清晰 但我们拉近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对了就是这根杆子 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是百科全树火箭书 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点反常识的知识了 这根杆子叫做简柱杆 它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反常识的 反常识的是我最后要讲到的东西 当然我们一步步来 先看看它能够干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快速前进的物体 都是会受到气流所带来的阻力的 要是速度再快一些超过音速之后 还会产生激波 就是空气被压缩到还来不及复原的状态 它会给后面的物体带来更大的阻力 虽然超音速后激波不可避免 但是矮个子里面也能找出个个高的 激波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型 正激波和斜激波 正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垂直 把大量空气压缩在其中 从而对前进的物体造成巨大的阻力 斜激波的激波面与气流方向倾斜 它也会将一部分的空气压缩其中 但同时也会将其余的空气改个方向 然后就这么放它们走了 所以对前进物体造成的阻力相对会小很多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激波是它们的组合体 叫做弓形激波 顶部是个正激波 两侧是个斜激波 对物体造成的阻力 自然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那怎么才能产生出相应的激波呢 就是物体的外形了 尤其是头部的形状 简单点来说 锥形头部产生的是斜激波 盾形头部产生的是弓形激波 至于想要产生一个纯粹的正激波嘛 我的世界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实验场景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的头部是尖的 火箭的头部是尖的 大部分的导弹头部也是尖的了吧 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的是高速 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小激波阻力 相反 有的物体还就是想要从激波那儿 得到更多的阻力呢 比如从大气层外面返回的航天飞机 返回舱等等 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平坦的屁股 从太空中坐着回来的 好了 那你说作为弹道导弹 它是想要高速还是高速呢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高速啊 弹道导弹打的是抛物线 就跟我们扔石子一样 出手的速度越快 才能够扔得越远嘛 所以它应该是个尖头才对 但反观三叉戟 它的头部却是圆滚滚的 为什么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 它要被塞进空间局处的前厅里面 就不能长得太长 那哪边的长度是可以被砍掉的呢 就是利用率本来就不是太高的尖尖部分了嘛 而是在水中呢 这个尖尖不仅没有优势 还容易造成运动不稳定 降低速度 但盾头反倒在这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利用空泡效应来提高运动速度 显然是比尖头更好的选择 这点啊 咱们看看鱼雷的造型就有数了 好了 水里面要盾头 空中要尖头 它正好可以划过后面真正的弹头 这个弹头虽然也不弱 但好在减阻感头部的面积很小 减波对它产生的阻力也就不大了 而弹头和诞生则可以藏在 减阻感拨开的气流当中 这部分气流的压强没有被减阻压缩后那么大 所以就成功降低了单身所受到的阻力 而且降低的阻力 比剪阻感本身受到的阻力要多综合起来 就让整个弹体受到的总的阻力减小了 就凭这根可以伸缩的杆子呢 三叉戟在助推段的阻力可以减少大约一半 射程呢 这增加了300多公里 可谓效果显著啊 其实 如果你把剪阻感的头部和弹头连起来呢 你会发现它和尖锥形是差不多了 等于就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尖头增加了导弹的等效长径比 在水中时呢 它是说在弹头里面的 到了空中就伸出来顶在前方 当然 源头带剪阻感的浅色弹道导弹不光只有三叉戟啊 俄罗斯的布拉瓦和我们国家的巨浪也都是这样的造型 好了 真正反常识的东西来了 你既然都把尖头虚拟出来了 那这根用来虚拟的剪阻感本身 那么也被虚拟出来呢 答案是可以的 用什么来虚拟呢 竟然是用气流 用气流来对付气流真是绝了 是的 在超音速飞行的钝体头部开一个喷口 反向喷气 不仅不会产生反推力降低飞行的速度 反而是可以减小阻力让自己飞得更快的 所以下次在跟谁比赛跑步的时候呢 可以一边跑一边朝着前面吹气 说不定有奇效哦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啊对了 还要揭晓答案 前色弹道导弹是被压缩气体从水里面推到空气中的 你答对了吗